我吃了 上一集我們就試了正宗的抹茶體驗 今集我們就帶大家在宇治吃不同的抹茶小吃 第一站就來到宇治的中村藤吉本店 雖然香港都有中村藤吉吃 但我覺得來到宇治必定必定要朝聖一下本店 首先環境已經很不一樣 它不是一個商場裡面的而且裡面還有日式的庭園 你吃的時候看著景色真的很舒服 首先我們先吃一些熱食 但其實都是冷的 這是一個烏冬套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烏冬套是綠色的 比普通的烏冬是幼很多的 但跟綠色是沒有關係的 是平時的烏冬結味 不過是很清爽很彈牙 超紅色 夏天成本第一 Round 2 甜品 我們就點了這個中村藤吉 必定要叫的抹茶啫喱 和抹茶摩托 這個抹茶啫喱的竹筒 是本店限定的 打卡很好用 我覺得選糕沒什麼分別 但這個丸子和啫喱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經過了 飛機空運的幾小時時間 這裡的啫喱的綠茶味是比較重的 嗚嗚 好漂亮 是一個很可愛很可愛 很內心的摩托 外面是有些綠茶啫喱 是有點微古的 但是剛剛再淋了一個 黑糖上去 非常好吃 接著我們就會去旁邊的店 試試抹茶味的可樂餅 試試抹茶啫喱 有炒茶啫喱 去啊去啊 裡面真的是綠色的 這個味道很特別 越吃越入 這個綠茶味就越出 來到丸子 其中一間必吃的店 就是能登園 他們已經是一個超過300年直至的店 他們的丸子是非常出名的 每一天都新鮮製作 如果現在保存期只是兩天 如果再熱一點 只可以一天就要吃光 超煙韌 黏到拿不起來 明明是很新鮮的 很棒 超煙韌 我超喜歡吃煙韌的東西 這個是超好吃的 而且不會像在日本買的丸子拿回去 會很硬 你真的感覺到它很新鮮 我們在網上看到 預置竟然有抹茶菠蘿包 當然要試試吧 這個叫做綠茶入出 裡面的霉霉是吉士霉 綠茶味就不太重 不過外表是綠色也夠特別 來吧 好吃 我一直都期待著 究竟今天有沒有人來拍照呢 最後也是有的 最後一個推介給大家的 乳治抹茶小吃 就是這個茶圓獸的抹茶可麗餅 很香的 它是加了麵糞在裡面的 它真的很足料 它有白蘿蔔 Rocket 蔥的味噌 所以很香 甜的可麗餅就吃得多 鹹的可麗餅就好少少 這個是真的 最後在這裡奉勸大家一句 尼乳治 還是不要穿太久的和服 因為真的會吃到肚子飽渣的 做日本妹真的不容易 做一個狂吃的日本妹就更加不容易 因為 真的很辛苦 但是整個旅程 是超滿足的 京都一定還有更多地方 等我們去發掘 那我們 下次再見 Bye Bye Jonee 我愛你 我愛你